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4月已经返回国内 科研人员正在对此次考察所采集到的数据和样品进行分析和研究 南极有着丰富的陨石资源 我国南极考察队已经在格罗夫山收集到了12665块陨石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接近一半的南极陨石的分类研究 陨石是宇宙中的流星体坠落到地球或其他天体上的固体残留物 对研究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南极有着丰富的陨石资源 我国南极考察队目前已在格罗夫山收集到12665块陨石 这些陨石大多靠人工徒步收集来的 这是我们当时在去格罗夫山时的一个场景 有些冰淀系的区域它其实是被积雪覆盖的 就是人的漏眼是无法看到的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人员在这个冰淀系附近作业的话会比较危险 据了解 陨石收集是在距离我国中山站约450公里的格罗夫山进行的 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 在此次南极科学考察中 我国首次使用无人机寻找陨石 不仅可以减少考察队原意外伤害风险 还在此区域实现了大面积精细化无人机航测 中间它实际上是分布了一些冰淀系的 就是梅深风和哈丁山之间 所以我们选的这条路线是会比较安全的 到达这个哈丁山附近以后 我们也是在这边工作了十几天 差不多在哈丁山正风悬崖 以及正风悬崖下面这些碎石带附近 进行一些无人机航测 科研人员介绍 无人机除寻找陨石外 其搭载的不同传感器 可以获取到除了陨石之外 人力无法抵达区域的其他数据和影像 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我们采取到这些数据 其实不光可以为陨石搜寻提供一些数据支撑 包括像地质填土 以及研究他们的一些地形地貌的分布 包括研究一些蓝冰或者冰淀系相关的研究 全都可以用上这些数据 采集南极陨石的数据之后 科研人员还要对陨石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 根据了解 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火星陨石 月球陨石 造神星陨石等一批珍贵的特殊类型的陨石 专家表示南极陨石是连接极地科学和行星科学的桥梁 桂林理工大学陨石与行星物质研究中心 是我国唯一开展南极陨石分类研究的单位 每一个陨石都要在这里登记 称重 拍照 实验分析和分类等 夏志鹏曾在南极拉斯曼丘陨石地区 系统开展陨石和微陨石收集 目前他正和研究团队对陨石进行深入分析研究 这是南极的普通球陨陨石 它里面这些圆形的我们称它为球陨 它是可以了解太阳性的早期的一个演化历史 目前 研究人员已经完成了近一半的陨石分类研究 确定了火星陨石 月球陨石 造神星陨石等一批珍贵的特殊类型陨石 南极陨石是来自于不同的地外星体 而且来源于行星的随机区域 通过研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小行星和太阳系的演化信息 将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完成火星和小行星采样研究 我国在南极陨石中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特殊陨石 部分陨石来自于深空探测的采样目标 因此 南极陨石是连接极地科学和行星科学的桥梁 可为我国深空探测提供充分的研究数据和理论基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